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不做敏感的花伞姑娘 这里就不得不说到一个故事了 在一个小镇里有一个姑娘 人们都喜欢叫她小花伞 因为她特别的喜欢打着她一把 带有花纹的伞 晴天她也打 雨天她也打 而且她的脸上还戴着一个 蒙着面的面纱 人们就觉得 这个姑娘好神秘 就把她叫花伞姑娘 因为她总是把自己裹得 是严严实实的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正在踢球的小男孩 不小心把球 踢到了花伞姑娘的脚下 当她在面纱下 抬起头的时候 被这个姑娘惊呆了 因为这个花伞姑娘 她的脸上和身上 有着大面积的红色的斑点 还没等这个男孩反应过来 姑娘已经悄悄地跑远了 那这个姑娘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如此敏感 身上又有着红色的斑点呢 今天就让我们有请出 我们的做客专家 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 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李民医生 掌声有请 李民医生 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中国专家人民词典 再入者 中国当代名医录 光明中医之路登陆者 深圳特区人才精英录 一代风流一名再入者 李一兄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 刚才故事里的这个花伞姑娘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这是因为这个花伞姑娘 她患了一个过敏性皮炎 这么样一个病 我们这里有一张图 您来跟我们讲讲吧 过敏性的这个皮炎的话 它不固定在哪个地方 因为有头皮上 脸上 手臂上 手掌 腿部 它都可以出现 它的表现往往是脱皮 快烂 脱气 水泡 红斑和红疙瘩 它这个心理上 往往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 患者会出现各种红疙瘩 也会伴有红肿 发热 烧痒和疼痛 严重地还会变成皮肤改 这不是耸人听闻 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影响样貌 患者就像故事里面 那个花伞姑娘一样 那变得敏感 变得脆弱 各项 有红肠